小兄弟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能上路的227 兄弟们 久违的马力机系列它又开始了 在我们修复234之前 我们还完整地修复了一台227 并且做到了哪里不行讲话哪里 我们打算做到轮上350匹 但不用给你们稍微介绍一下 咱用这颗7163的涡轮 是目前为止转子最好处的涡轮 迎面而来的这一套girdy的中冷系套 这一颗进气季冠也是被我们手工抛成这个亮度的 而且目前这一颗转子里面的零峰全部都是强化的 整台车我们用到的改装件高达了3到40万 带你们看看里面的强化件 闪新的 一看入座影 这个东西我可是吃过亏了 由于考虑身材的问题兄弟们 我们选择了一套上班的快拍 而且为了简化仪表才分到六连表 我们选择给它装了一套ARM的赛用仪表 看这个角落里有一套全息的EVC系统 就是我们的窝扣 也就意味着这台车将会有两板麦步 一高一滴滴的带步 高点 下个小风向 啊 现在完好久没什么启动过了 为什么没有成绩啊 车有问题 应该是点火不够 或者什么点火在丢火 之前我发现涡轮那边奔头高的红了 你们刚看到涡轮红了吗 我没看到涡轮红 我再抬一脚你在前面看着点 温度高了红了你就告诉我 温度后有 好好好 来 你再来一脚 你在前面观测一下 哎 老建议不要抬 不要抬 别 哎 兄弟们 这个涡轮你刚是片子通红了 我 这下来的 我愿意从 прос清 闹了 你